今天石门区公所进行一年一度的志愿服务对意见交流活动 并且颁奖表扬感谢志工过去一整年不辞辛劳的付出 为石门社福品质来加分 今天在石门区公所充满感恩的氛围 特别将60多位的志愿服务对志工集合起来 要来进行一年一度的业务报告与意见交流 最重要的是要趁着大家都聚在一起的时刻来进行颁奖表扬 感谢志工过去一整年不辞辛劳的付出 也让人力不足的工部门有了许多得力的助手 为石门的社福品质加分不少 首先要在这里感谢我们所有的志工姐妹弟兄们 在这一年来你们的努力的付出跟努力 表示由衷的感谢 志工老小他也有很多服务的面向 那主要也是因为在我们公部门这个人力不足的情况之下 那志工都是完全是一种自发性的 就是说可以来协助我们协助很多的一个服务系的工作 那不但牺牲了你们很多宝贵的时间也付出了很多的心力 所以有你们正好 首先颁奖的是服务时数超过1500小时的 同职徽章奖的志工李峰莲女士 每年志工表扬都榜上有名 今年也与大家分享自己做志工的热忱背后默默的原因 因为喜欢与长辈们分享生活 还有分享生活的兴趣像是种花花草草 透过共同的兴趣还有共同的话题拉近彼此的距离 没有啊就是有时候那小孩子都长大了 我们做志工十多年了 做志工开心吗 开心啊打发时间啊 跟一些朋友就玩玩说笑什么 去看老人家也蛮快乐的 跟陪他聊天什么之类 他都会讲他以前的事情 还有因为我本身也喜欢种花 那个山上的老人家都喜欢种些花草 或是植物什么我们都蛮喜欢 都喜欢去的 那今天利用这个联冲的检讨会 那我们一方面也要表扬这一年来的一些 表现其佣的志工之外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联冲的检讨会 我们不断的来做一个意见的分享跟交流 希望在日后我们的服务性的工作能够更善一筹 在感恩表扬会上 公所同仁已唱名让志工们上台领奖 每一位志工都从区长手中接过感谢状 以及一份礼物 区公所希望透过一年一度的志愿服务业务报告时间 除了说说一整年的志工服务内容遇到的问题 进行讨论改善 也要透过表扬鼓励让志工们再度充满能量 明年可以继续为民服务 记者大平函 时门采访报道